天气变化真的是蛮大的 提醒大家早出晚归 还是要记得多戴一件外套在身上 接下来呢 我们就要告诉各位气象局 持续针对了多个县市 发布了低温特报黄色灯号的范围 代表是这几个县市 在今天都还是很有可能出现 10度以下的低温 大家真的要多留意了 因为今天清晨本岛平地的最低温度 就出现在新竹的关系只有7.9度 所以说呢 还是要记得适时调整一下衣着 大家务必要多留意了 接下来呢 就要带您看到的是 今天全台各地的天气状况 到底是如何 卫星云图的部分呢 我们要告诉各位的是 其实在今天全台各地 大部分都可以看得到阳光 阳光露脸 倾到多云的好天气 但是呢 主要就是因为日夜温差是蛮大的 辐射冷却效应还是非常的明显 特别提醒大家要留意的是 日夜温差的部分 因为在今天低温大约是落在 12到16度之间 新北到彰化 南投 还有宜兰的花莲会出现 局部10度以下左右温度发生的可能性 好 不过白天的时候呢 这个阳光露脸之后 整体说起来 温度回升的速度蛮快的 在今天各地的高温会有22到26度 中南部还有近山区 这个温度可能会来的更高一点点 感受上是蛮温暖 也蛮舒适的 好 当然呢 还要特别提醒大家的是 在今天还是要多加留意 尤其是外岛地区 很可能会出现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 马祖的部分这个状况会来的更加的明显 因此影响到能见度 提醒大家交通往返 务必要多加留意 可能要查询一下航班了 同时在今天西半部地区呢 也会有局部雾或是低云的状况出现 如果有开车的朋友 当然这个开车上路还是要多加留意 未来这几天的天气走势是如何呢 我们带您详细看到 其实从今天开始一直到了周六之前 整体说起来 全台各地都可以看得到阳光露脸 天气系统状况也是蛮稳定的 但是呢 就是要留意的是日夜温差的部分 好 不过我们要告诉您 从周日开始 天气状况要有所转变了 到时候会有新一波的冷空气要南下 因此各地的温度都会明显的有感下降 其中在北部还有东半部地区 也会变成有雨的天气形态 好 类似的天气形态 将会一直持续到下周一 这个部分提醒大家多加留意 当然近来天气变化是蛮大的 还是还是要多加小心了 好 最后我们来关心今天的天气小丁尼 早出晚归务必要添加一物 好 马祖在今天有物 因此呢 有往返这个本岛跟外岛需求 都还是要先查询一下航班的资讯 同时要持续呼吁一下 在中南部地区的朋友 在今天中部以南所有的地区 整个空气品质都亮起了橘色提醒 因此你本身如果是过敏族群的朋友 还是要减少这个外出的活动 好 如果真的是要出门的话 务必还是要把自己的口罩戴好戴满了 以上呢就是这节气象资讯提供给大家 我们来帮大家科普一下啰 水神跟病毒或家中的细菌作用之后 就会还原成水 不会残留也不会污染 如果家中呢有营法族 有儿童有孕妇都适用 如果您想购买的话 当然会再快点够购买才是最划算的 我们下期再见